这个嘞 干什么你带 啥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大树军的朋友开心 当看到一名小学生被高中生索要财务 大家会怎么做呢 带钱了没 没有 没带啊 我才让你带钱 你现在敢不带啊 真没带啊 我看下来 这是什么啊 这不是钱 你是不是想来走了 我跟你说 明天就带点钱过来 听了没有 嗯 不然你知道后果啊 带一百啊 听了没有 能忘记着 能 不是跟老师说 听了没有 嗯 别害怕 你欺负人了 不是 我认识他 我学弟 学弟也不行 学弟都不行 你别害怕 你跟那妈说 我哥不娘这样小话 拿钱了 我学弟 你学习的 我不认识他 你怕 不认识他 我爸没了 问人家姐姐姐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你和你妈说 我和我妈说 他到时候就会打我 他不敢打你 法治社会 你给他钱干嘛 他每次都欺负我 不认识他 当我空气呢 你和我说他要洗 我会帮你报警 我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你要让他把钱拿走 我报警 你等下去 不愿意 你站住 你站住 快 把钱还给他 把钱还给他 不是 我们赢 还给他 把钱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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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他 之前还抢多少 没有 我今天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我还给你吧 我不要了 报警吧 好几次了吧 没有 我第一次 你问他 他真要欺负我 他哪欺负他呢 他哪欺负他呢 我现在要报警了 你不认识我吗 你不认识我吗 我给你吧 给你吧 给你吧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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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学弟 你学弟你抢还钱 你在干什么 我和他闹玩 都烂闹玩 学不学 学弟你还抢钱 没有 我今天第一次跟他要钱 知道这样你会到牢子 你不要 给你许许计划吧 让你走到许计划吧 肯定是 你什么想的 谁欺负他 你试试 我跟你说 外科也不准欺负你 是不是 知道了 知道了 不负责还可以试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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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那么怂啊 你怕啥呀 你怕啥呀 你不敢跟你爸妈说吗 我跟爸妈说明天就在学校坐 如果你越这样 他越会遭你 第一你要保护自己 知道吗 保护自己的时候也要反抗 不是要跟他对打 而是有的时候能跑就跑 然后另外呢 就告诉老师 告诉家长 不行让爸妈去接你上学校吗 好 那我孩子也跟你差不多大了 他要这样我天天上学校 我跟他拼了 是不是 别害怕 嗯 我小时候也比较软弱 经常就是被欺负 这种事特别抱不平 你就跟他说 你要是再欠我钱的话 我就打电话 打110 第二天肯定有警察过来找你 知道吗 你要不以后你口袋 你就不要装钱出来 嗯 你这种事你该跟父母说 怎么可能就让人把钱抢 这叫抢劫你知道吗 这是抢劫 就你随便找个路人 他都会帮你的 你不要看到他胖那么大 他就敢干啥 他在街头上打小孩 他试试看嘛 恐惧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就像刚才一样 我们看到了 我们会帮助你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勇敢 好不好 嗯 你家离这远吗 不远 你有钱坐车吗 嗯 我们一会儿骚着你 我给你一块回去好不好 是 别害怕 千万别害怕 谢谢哥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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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